高三那年 每当晚自习下课 我就常和交往的女生 来这家便利店 便利店里长风的歌曲 时至今日 我还会无意间听到 那是她和我的独家之意 当时我故意只买一杯冠冻珠 是为了让她喂我的时候 可以轻松地抚摸她的黑发 我们的关系很亲密 但因为她的基督徒身份 我们并不能在豆腐年华 偷尝经过 可是太过相爱 到后来 就实在没有忍住 传到桥头自然之 她用了别的方法 为了让场面不那么尴尬 也为了给我壮胀 我们看了很多电影 听了很多歌 其中听得最多的 就是那首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有名 Meat 做这种称事吗 有名人民肯定的 distahn唱碑 她努力的半天 最后一个恰恶 都以我一样的笑出声来收场 但青春里总是弥漫着无控不入的河沫 所以这样的事情 还是没完没了 在我们交往的第三年 快入冬的时候 她去世 未为我可以留的这段记忆 跟早已不存在的她 一生一世 就像我们当年一起看过的泰坦尼克一样 但是单身太久 终究逃不过信誉的问题 不过 她离开了这么久 我还能换了住她的样子吗 这种东西 用着会舒服 我不是应该忘记她了吗 你是谁 是昨天电视里 那个少女偶像吗 等等 这种感觉 我想起了当年那杯关东煮 热的 还有她的笑容 tell her to make me a can of ric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